溫殯庸是名為中醫診所所長 今集的寧慰醫道 溫醫師毫不藏私地分析病況 將針灸、用藥、起居飲食 注意事項和保健方法 美美到來 內心引領讀者認識 中醫的診療觀念和方法 任他名月下西流 月下老人牽原著天下有情人 忙得狠 尤其是在農曆的好日子 廣結良緣、金玉良緣、天賜良緣 洗得紅貼紙、婚紗拍照、新娘禮車 鞭炮聲交織在街頭項尾 喜喜揚揚、熱鬧非常 月下老人千里一線牽的姻緣 會不會忙中有閃失? 牽錯線?會不會有老花眼? 讓紅線分叉了? 一位52歲的櫃台小姐 身材修長、長得超 有一天 先生騎綿羊仔載她去買年貨 因為一些小事 小兩口在鬥嘴 迎面撞上一部汽車 雖然有戴安全帽 先生輕微受傷 老婆腳傷勢驚人 人體在情緒波動很大的時候 應付緊急的機制和收護能力都會下降 櫃台小姐頸部骨折 腦部蜘蛛網網下腔出血 左眼睛骨折 腔骨下陷 上下肢多處錯傷 經西醫緊急處理 做頭頸部手術、眼睛手術 打了八個胎合金鋼釘 固定眼腔 禍不單行 手術舊傷未復原 身傷又起 左面顏面神經麻痺 左眼張合不利 視物扭曲 左半邊面不停抽速跳動 尤其是左眼下眼甜 在西醫處理一個月後 朋友勸她兼看中醫調理比較快 櫃台小姐出現時 戴著帽、墨鏡、頸部套著頸項圈 先生小心翼翼的參符著 寸部難行的行入診所 櫃台小姐的臉部走了樣 鼻青臉腫 她的心正如她的臉抽速不停 直眉情眼、怒目切齒 都是老公夜的 怒氣如波蕩漾 生氣也沒用 該承受的還是要承受 相繼而來的是失眠 頭痛、頭暈、頸部酸緊痛 臉好緊繃 吃東西咬合有點不順 所以吃不下 四肢無法洗力 狗餓病床引起腰酸 處處不能治理 生活起居全都亂了 工作也都沒有了 再碰上停經症後裙 心跪、空悶、驚奇亂、下腹悶痛 簡直是七猶即身 針灸處理的方法是 促進頸部骨折循環 有利於生骨 針後項月兩針排斥 向後腦透次 加成張後溪月 面部競聯 針患側頭為月 用兩針 做十字交叉次 加峽厭透原離月 百回透前頂月 神庭月透向發祭 解競聯 針陽靈泉合谷月 停經症後裙 針太聰、三陰膠、內關月 第一次針灸 先針這些月 及後向櫃台小姐的承受度 請她有時間多按押合谷月、後溪月 有助頸部、面部的血液循環 之後失眠、針神庭月對刺 太陽、印堂月 由上註下透刺 手足不靈活 針合谷月、太聰月 上背和胸椎 因頸部骨折而酸痛 針患則圓骨月上寸半處 加肩頸、肩正月 眼睛複視造成的頭痛、頭暈 針前頂透向百回月 雙側頭皮針的雲聽區 約以上半寸 以眉同齊、橫刺 促進骨折附近肌肉堅立 促進眼的肌肉伸展度 兼顧脾胃、針足三里、三陰膠月 腹視、眼睛刺痛、針讚觸、精明、施足胸、四白、封持月 淪用 養血、活血、針曲池、血海、三陰膠月 補生髮之氣、針氣海、關元月 狗餓腰酸、針中柱月 特別吩咐 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頸部、面部 嚴禁冰品冷飲 不要飲牛奶 多些曬早上和傍晚的太陽 尤其是頸部、竹裸的部分 有助合成維他命D 促進生骨臟骨 頸部骨絕全癒後 凡是人們從後面叫換 切勿急於回頭 不要做瞬間的轉頭動作 要轉身 但是不要轉頭 有時間多按由長輩食指與中指其骨間粒陷柱 有利疏通頸椎血液循環 中指和無名指其骨粒陷柱 有利疏通胸椎血液循環 無名指和小指其骨間粒陷柱 即中柱月 有利疏通腰椎血液循環 時常按可以疏根活絡止痛 櫃櫃小姐的傷勢重 治療復腔的路漫漫 在前十天 先生每天都從北部再去針灸 之後一周針兩次 一年後一周針一次 櫃櫃小姐不論針什麼穴位 刺激有多強都很能夠忍 很能吃苦 唯獨對老公的態度 實在令人不敢令教 只要老公一個姿勢沒有做好 或者動作慢一點 讓他痛 就立刻破口大罵 尖酸黑薄 如果生病 處處都要人幫忙 眾共如此霸氣令人 情緒太衝動 好不利針灸的行氣 影響療效 先生長得清秀 忠厚老實的樣貌 說話輕柔 文質奔奔 體貼入眉 是一個如意狼君 對老婆這樣的惡劣態度 沒有一句怨言 也都不會惡然相向 從來沒有給老婆難堪的薄嘴 也都不會頂嘴 總是這麼溫柔善體人意 因為老婆嫌針灸床太硬 所以先生會自己帶薄皮 先鋪好床 至小心翼翼 輕輕地把老婆的頭身 扶抱上床 好會連香蜥肉 在場的人 都被這個貼心的老公感動 儘管如此 老婆從來沒有給先生好臉色看 引起在場的病人 背後議論紛紛 那個看到就令人討厭的惡婆娘 幸福得尾巴都上天 先生就這樣欣勤地 侍奉老婆一整年 而老婆也擺著臭臉 擺了一整年 夫妻是不是真的相欠債 一年後 有一天 櫃桌小姐獨自離看診 那位護花侍者 為什麼沒有侍奉在則 我問 老公為什麼沒有陪你來 她爽快地回答 我們離婚了 怎麼會這樣呢 上星期致一起來看病 絲毫沒有半點跡象 實在令人一時無法接受 會不會櫃桌小姐太難事後 先生受不住 忍無可忍 就拍拍屁股走人 我好驚訝地問 你怎麼會捨得這麼好的老公 打著燈籠還沒處找啊 櫃桌小姐送送堅說 好什麼好啊 她最會演戲 你們都被騙了 櫃桌小姐自此自話 在二十年前 剛結婚不到一年 老公就有外遇 經常沒有回家 也沒有拿錢回家 她只好出外賺錢養家 為了孩子 她引氣吞聲 現在孩子長大 老公和女朋友 偶段絲年 她乾脆承傳他們 寬恕是最強的武器 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半片雲彩 但櫃桌小姐 除了個人衣物 什麼都沒有帶走 也沒有任何要求 殺滿一地破碎的離別 一寸斷牆千萬劫 櫃桌小姐隻身來到台中租房子 人生重新開始 她重新找工作 中年就業不容易 她都沒有半句怨言 放下感情包袱 開始為自己而活 雖然辛苦 一切都變得有意義 之後離體病 都好有禮貌 笑容可供 還好熱情 和以前那個冰山美人 前後判約兩人 兒子細看 還是好漂亮 上游深生啊 真是敬佩她的勇氣 也都欣賞她退變後的情景 才發現她有這麼多優點 貼心 黑虎內勞 進退有為 貴桌小姐假裝無情 其實 是不是痛恨自己的情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齒輪 看下要與誰磨合 她日路上與前夫偶遇 那個曾經許下三盟海誓的人 要以淚 或是以沉默以對 痛得無聲無息 我還是我 你還是你 我們卻不再是我們 貴桌小姐的傷勢 大致條理完成 只剩下眼睛無法痊癒 還變成氣象台 只要遇到天冷 天雨風大 太勞淚時就會刺痛 視力變差 而且左眼睛外形變得小一點 打著鋼釘 轉動較不靈活 患側的面部還是比較沒有彈性 但是體能體力都很好 吃飯睡覺都沒有問題 更年期平安度過 月經停床 沒有任何不舒服 身體狀況好像比未受傷前更好 是不是因禍得福 是不是一種疾病 一種千古以來 無法停止的傳染病 一種令人戰鬥 難以自拔 難以治愈 可歌可入的精神病 感情可曾放過誰 誰有能在感情中全身而退 櫃台小姐感嘆 情長上 東風惡 歡情薄 無家寶易得 有情郎難滅 從此無心望星辰 任他明月下西流 本節目是由明慧中醫診所所長 溫殯庸醫師博大出版社贊助播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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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